在古代,简纸艺术多数用于装饰或正礼 然而这种因民情风俗需要而存在的文化 加上材料不易收藏 因此少有象征时代面貌的作品得以流传 这种艺术文化演变至今 在红纸上呈现的题材和概念也越来越多样化 简纸达人张以腾摆脱传统枷锁 融入本土特色和其他新颖的概念 十多年来都坚持手工制作 是真正艺术品的道理 马上来看江人如何用精益的刀工 赋予一张普通的红纸 无限的温度和生命力 嗨,我是简纸达人张以腾 当初会接触到简纸这个东西是 大概十五十六岁的时候 大概就是一个新年的时候 然后家人就是有提议 我们用简纸来布置一下家里 当初会简的东西就是一些很简单的 比如说春啊,福啊,一些简单的字 对,就是无识字 一开始我只是把一些作品放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然后有一些朋友看到的话就提议 不如你开一个脸书专业 然后会有更多的陌生人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这样子 所以自从我放上去过后 就慢慢有一些人开始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们会开始裸点这样子 一般上我们在外面看到的简纸 比如说我们在夜市哪里看到简纸 那一些都是属于机器制作的 就是它们就是一个膜 然后引出大量的同样的简纸 这样如果手工简纸的话 它比较特别是一次只能大概简几张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个性化一点的作品 所以通常会跟我订简纸的人 他们通常都是想要要求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 比如说自己的全家福啊 或者是结婚想要送给朋友的一些礼物啊 那样子 然后我觉得就是现代的话 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做简纸的素材 所以我就尝试用不同的主题去创作这样子 最印象深刻吗 就是装饭它吧 因为当初就是想用一些本地的一些素材 然后去创作一些有关于到本地的简纸 所以我就用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双风塔 来做一个主题 想要剪一副简纸的话 首先你要有一个概念 你要剪你什么 然后你可以在白纸上先画图 或者是用电脑画图也可以 然后画图过后你就可以开始剪 这个期间大概看你的大小吧 最长的话可能要好几天 最短的话可能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可能你一开始剪的时候你觉得好漫长 还没有才剪那一小部分 所以我觉得耐心会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剪完打开成品那一刻你会觉得哇 ok 这几天的辛苦就是值得这样子 虽然它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大家可能以为是一个很容易剪的东西 可是其实放在剪纸上面的话 你要想那棵树要怎样剪 什么地方需要镂空 什么地方需要连接 但是需要一番思考去想一想 我有试过用其他颜色的纸 可是我觉得红色会带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感觉 就不管剪什么都很喜气的感觉吧 如果说要以兼职来作为我的政治的话 我觉得还需要一点的时间 然后给我去可能去准备更多的发展性的东西吧 过啦 可是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毕竟市场的要求还没有这么高 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想要做一系列的作品 然后做一些展览的样子吧 其实是多看嘛 多看一些剪纸的构图 然后因为现在的科技很方便 我们就是可以上网找很多的剪纸图案 所以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用模仿别人的作品为主 然后当你有一定的剪纸的一些技巧过后 你就可以开始慢慢地去创造你自己的作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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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